你上的心爱的小摩托 哈喽大家好我是少奇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大家好我是少奇的老婆雨佳 今天我跟少奇交换了一天的日程 我今天负责拍视频 他今天负责剪辑 因为这两天我剪视频 这个颈椎实在是太疼了 我每天看着他坐在这个大沙发上 尤其不爽 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他的拍摄生活 然后呢你们的少奇怕我拍摄技术不过关 特地给我准备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惊喜天鹅蛋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天鹅蛋是怎么抽的 五毛钱乘以两百入 通通有钱 发财了 百万红包立即抢 一等奖两百 二等奖一百 三等奖五十 四等奖二十 五等奖十块 六等奖五块 我今天的目标是一等奖 这个应该就是抽奖的奖票了 超级大的一张奖票捏 这个上面好像还有东西 让我拆开看一下是啥 我是很帅气的人 送了一个杂金蛋的锤子 瞧 我发现了什么 一堆斗罗大陆的卡片 少奇最喜欢看斗罗大陆的小说了 帮他收起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真怕我把少奇这一期视频给拍废了 这什么 看这个造型 像一个锅 炒菜的锅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应该是绝地求生游戏里面 做饭的工具 可以当个钥匙的挂链 还挺好的 再拆一下这个 一把很帅气的枪 这个枪的名字叫 82K012 什么玩意儿 好了好了 收起来 现在让我们正式进入抽奖环节 这个奖票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一排一排的撕开来抽吧 哎呦呦呦 奖票不会被我撕坏吧 我这个天 我现在搞了一条下来 我们来抽抽看 会有什么好东西 第一张就是个集字奖 没有什么用 中奖了 中奖了 恭喜小朋友中天鹅蛋一枚 好了 我现在要开始选蛋 我们就延续少奇的四角定律吧 运气有点好 第一张就中奖一元 继续抽奖票 没有中奖 但是他送了我们一句名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但是捡钱的时候例外 恭喜小朋友中礼品一份 哪里有礼品啊 我好像弄错玩法了 里面刚刚我拆的那些礼品 都是抽到了才能赠送的 一直是这个名言 这是要提醒我什么 恭喜小朋友中礼品一份 好了第一排我已经抽完了 中了一个金蛋 然后金蛋里面有一块钱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排 看看这上面写的啥 老板来一碗泪流满面 恭喜小朋友中天鹅蛋一份 现在我们来四角定律第二个 我仿佛看到了比一更大的数字 我抽了五块钱 太棒了 抽奖的感觉还挺爽的 继续来撕奖票 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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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用 面对这么多奖票 我已经不想撕了 怎么办 要不这样 我们不撕了 我们直接来砸蛋 就这么决定了 四角定律第三个 中奖五元 四角定律第四个 得慢点 得把我钱撕坏了 有点惊呆了我的钛合金狗眼 这是一张假的石块 好了 我现在挑出了三颗蛋 我们来逐一砸一下 又是一张假的石块 中奖一元 中奖五元 我现在发现了 这个蛋它其实是可以不用砸的 我还砸得那么费劲 它可以直接的拟开 什么鬼 算了 还是直接砸吧 我还是偷个懒吧 我把这一排全部都打开 看看能中多少钱 一块 一块 还是一块 这一排五个蛋 我一共是中了五块钱 每个蛋一块钱 你们看 这颗蛋 蛋中蛋绿 说明是不是有一张 五 零的 拿到了五十 我真的很不敢相信 我这是不是一张假钞啊 这是一张真钞 中奖五十元 说实话还没有达得过瘾 如果让我按那一堆奖票一张一张的撕的话 我应该是拨不下去了 今天所中的现金就全部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来数一下 总共中了多少钱 看看少奇的钱到底花的值不值 总共是中了83块钱 他买这个奖总共是花了65块五毛钱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这是他拨抽奖以来第一次中了这么巨额的奖金 少奇很开心 他中了17.5元 果然这类抽奖视频还是要我来播才对 这个天鹅蛋抽奖今天真的让我蛮惊喜的 居然没有赔钱 反而还中了17块五毛钱 小伙伴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上期视频的 别忘记帮忙点赞关注评论转发一下 想看上期下期播什么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